86 精简的不能再经典 你知道这自带无数官方的车是怎么演变的吗? 我们经常听的AE86 实际上代表的是底盘编码 A代表的是 车型带队的是丰田4A系列发动机 比如4AGEU E在丰田里代表的是Colola 就是华冠 以及后面的卡罗拉 8代表第五代180系列 而最后的6 表示车型版本 头纹自帝里的86 其原型来自1980的Colola Levin 和Spring Torino 这两个版本有个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看车头的跳灯 他们还采用了丰田90考验的前置后续传统系统 该系统最初用于1972年的第一代Levin 后来前置后续的AE86和Torino的继承者 是2012年发售的丰田86 而丰田86后来的继承者 则是GR86 归功于86的前置后续组合 使得他们相对容易上手 并且无论在赛车运动还是在改装方面 86都具有无限的潜能 它或许不是最快的 但它永远都是我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经典